这是近东工作室的声明 近日近东工作室在网络中发布 发现了部分主体假冒近东先生的名义 利用近东先生的形象 以达到销售产品以及其他利器之目的 我跟你念了近东工作室的这个 你声明 你是不是出去那个都还是不一定 你觉得那个声明是近东本人说的吗 不是 不是 你还是坚信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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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写的那个不是他写的 是他写的 这是官军 他出来 近东他出来了 我就分 我相信就分别的出来 只要他见我一面 面对面 我就相信 我就搞得他的语言 见到他以后我就死神了 60岁大妈真心近东的事情 在网上引起一阵轰动 当时阿姨接受采访时坚持认为 全国人都知道近东喜欢自己 结果证明是被假冒近东的账号蒙骗了 之后近东工作室也发布了声明回应此事 不过最近阿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 工作室声明是假的 一定要见到本人才会死心 阿姨的儿子也在不断联系客服 举报假账号 丈夫也无可奈何 这件事情真是让人心疼又无奈 你怎么看呢 阿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 阿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 阿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